究竟來倒一鋪吧 跟你說如果我踩到的話那怎麼辦 如果福正真的可以的話 我們就找女嘉賓回來拍片 如果不行的話那怎麼辦 如果不行的話就我找 你找?有什麼分別? 我加上在街頭這個busking 唱這個太陽花 好啊! 因為我單車剛剛租完 加上衣服和裝備就有1000元 因為我剛剛up完影片 所以現在我要很極速地趕過去 新租 我想我每天都要踩5-6個單車 才可以去到極肥 所以我想應該要明天見 拜拜! 我現在終於來到新竹了 昨天就大約炒了90km 而來到大約9點 個人超級累了 大約抽了4匙 所以現在每天早上起床 我都要拉緊 因為我不想再抽 其實昨天就很慘了 你在整個荒野裡 曬了 然後你就要抽筋 然後途中就會被狗追 那你抽筋也要保持著踩 就算力不太發抖 你也要不停踩 是因為如果那一刻不踩 是真的被狗咬死 不過怎樣都好 反正已經開始了第一步 所以都唯有繼續做下去 我真的很不想輸這遊戲 昨天真的很對不起 一件事就是 我昨天什麼片都沒有拍到 因為昨天我來到9點鐘太硬了 今天因為時間比較充足 我希望盡量都可以拍到一些 比較好看 比較漂亮的東西給大家看 現在是早上的5點鐘 那為什麼要這麼早出門口呢 因為一來我想去一個地方看日出 一來我想早一點出門口 可以走近遠的路 這樣就可以做這裏東部 東部那裏的山水就會漂亮很多 但是怎樣都好 我們快點出發 終於來到香山濕地 香山濕地和高尾濕地 都是一個台灣比較出名的濕地 很多人都會過來看日落 但是這裏的日出也是超級漂亮 我原本打算六點鐘來 可以看到整個日出 但是現在已經六點半了 那一說起日出 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很久很久以前 我想大概三年前 那我就有個女朋友 就上山看日出在那裡移入 我答應過她 哎呀我們不如一次來台灣 因為我這麼大的孩子 都沒試過跟一個女朋友去台灣 不過我到最後都沒有了一件事 不過怎樣都好 就算這次看不到整個人出也好 還會有翌日的 所以下次再看吧 不過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這裏真的好美 既然日出已經開始了 那我們就出發去下一個地方 張法市 雖然不能否認的一件事就是 踩單車很累 但是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 台灣踩單車找回 在越南開電單車飛來飛去的感覺 雖然是累一點 雖然每天都在用心靈去戰鬥 就是你身邊很多車經過 你每一次都要打小十二分精神 但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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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樓上呢 就經營Airbnb 那經營Airbnb的那個人呢 就會跟他們的家人 或者是跟不同的人一起住 那你就可以住的時候 同時都認識到不同的人 就好像今天那樣 我們看他看他看他 看他看 我叫做華碩 你可以叫我嗎 我也會驗驗 我叫做阿琪 是驗台的驗喔 驗台的驗 好好玩 我還要玩 你還要玩 我還要玩那個 你要玩這個嗎 小的好 我也要摔一點 好 開始 開始 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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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叔叔喔 你叫我叔叔 你叫我叔叔 玩下去了 你剛才是不是叫我叔叔 對 要不要給我 要不要給我 不要 來 先玩給我好嗎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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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啊 給我啊 來 我要抓你囉 我要抓你囉 小心 小心 玩給我 玩給我 哈哈哈哈 我查我車了